我們現在來玩一下就是Galaxy Beam 這一台最主要的投影功能 那現在就是一般的待機的狀態 那其實你要把投影機打開的話非常簡單 它側面這邊有一個上面有一個那個投影機的快鍵 那你長按它就可以啟動了 基本上它自己就開啟了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它會先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設定畫面 就是設定焦距跟那個方向 然後像焦距的話就是 你看我現在調 然後它就自己跟著清楚模糊 那這個的話就是看你那個投影的距離 比方有時候拉遠一點的話 然後會變模糊 那你就再把它調清楚一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轉橫這個 這個按下來之後啊 就是手機的畫面還是維持直的 但是投影的畫面會變成橫的 這個東西就是當你不要你在看YouTube 或是看影片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這樣的設定 它其實有一個投影機APP 那裡面就包含了一些會常用到的那個 投影的時候會常用到的功能 在這個APP裡面啊 它其實有列了幾個功能 然後像快捷列 我點了之後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出現一排工具 那這個就是比方我現在選到游標啊 它就可以畫面上出現一個游標 或者是可以有畫筆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在你做簡報的時候 你就可以套用 那反正等一下我會來示範一下簡報的東西 就一起來玩 然後還有像視覺呈現 視覺呈現 就是你點開之後它會打開相機 就是我這邊有一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馬上用相機拍 然後馬上就可以把相機拍到的東西投影出去 那這個可能也是在簡報的時候 就是你要讓大家看那個實際的sample 或是實體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弄 然後還有一個環境模式 環境模式就是它裡面會內建一些 一些動畫或者是投影片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就是讓你自己選 選擇這個我待會一起來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手電筒 手電筒的話它就是其實就有點像去 我自己下載來的那個手電筒APP 它就是會把螢幕變色 我現在選紅的 然後螢幕就會 就是讓螢幕變色 然後讓你用螢幕來當手電筒照明 其實已經下載得到 用補光燈來當手電筒APP了 所以應該還是去抓那個補光燈的 比較實用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簡報 其實簡報這個東西應該叫鬧鐘 比較好理解 它就是你可以設定一個時間 然後時間到了之後啊 你就可以選擇說 我要秀出什麼東西 然後你可以請他秀行事曆或天氣啊 或者是說你要就是鬧鐘一響的時候 就馬上秀出新聞氣象之類的 然後那我這邊來試天氣與行事曆好了 就確定 好 待會時間到的時候啊 它就會把 我剛剛是選 請他秀出天氣跟行事曆 那反正待會時間到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的把這些訊息秀出來 這樣 好 然後 先來看別的 然後還有像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就是 可以調整一下那個投影的亮度 它其實有三種不同程度的亮度 那其實 其實還是在 就是把燈關掉的環境來看是比較清楚 然後還有螢幕浴室 還有旋轉方向這樣 就是他就自己那個 沒有形成 他鬧鐘一響的時候 他就自己幫你秀出天氣跟行事曆 就是你剛剛指定的方式 就滿方便的啊 好 好